都是台湾艺人闪铃进入香港演出,她顺利获工作证。 闪铃乐团原定前天23日,参加和运势主办的On The Palsall我们正在音乐节演出,但香港入境处已未具备特殊技能为邮剧发工作签证。 今香港苹果收到消息,台湾大环表演者杨氏豪夏月但刚香港电台晚会演出嘉宾,已获香港入境处批准工作签证和闪铃命运大不同。 闪铃2014年曾到香港参加Klikan来皮音乐节,当时申请工作证过程顺利,这次究竟缺了什么技能,以这无法获发工作证,闪铃与何运势都一头雾水。 闪铃团长多瑞所表示,觉得香港政府有点幽默,也在脸书嘲讽可能讲出中国一个都不能少才是特殊技能。 据香港苹果,今年6月为张静轩宏广演唱会担任演出嘉宾的台湾大环表演者杨氏豪,夏月3日将登上香港电台第41届时大中文金区用心。 听音乐会演出,香港电台总监周国锋表示,杨氏豪的工作签证是由英皇申请,左收到入境处通知,签证已经批准了他。杨氏豪这次也是与宣子张静轩一起表演。 杨氏豪经纪人也透过简讯回应称一切十分顺利,没什么问题。 至于本届典礼是否还有其他外地的演出嘉宾?周国锋表示没有。